主料,低筋面粉150克,细砂糖60克,牛奶90克,鸡蛋55克,植物油30克,香蕉90克,辅量,泡打粉5克,重量好各种材料,香蕉用勺子,压成泥,所有湿性材料放入一个容器,用打蛋器搅拌,面粉和泡打粉预先混合, 塞入液体里面,用橡皮刮刀翻拌至面粉全部湿润,有些颗粒也无妨,倒入模具,入180度热热的烤箱,烤半个小时左右,这不仅根据自己模具大小和烤箱个新四季调整温度和时间,松软香甜的麦粉出炉,两个麦粉,加一杯牛奶,做早餐晚餐都好,烹饪技巧,香蕉一定要用熟透了的, 不然不容易压成泥,香蕉也比较淡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